哈林毕竟是黑人区 你想象中该有的它都有 大家好我是老院 哈林简单理解就是纽约曼哈顿的黑人区 你想象中会有什么呢 请评论区或谈评中回复 然后再看看视频 是不是你想象的都有呢 今天老院就带你看看真正水深火热的美国 我们刚刚到达就发现一家商务的大门被砸 哈林曾经长期是曼哈顿犯罪和贫穷的中心 有数据统计 20世纪40年代 这里每年发生100宗谋杀案 50年代 几乎所有白人搬离哈林区 60年代 哈林居民吸毒的比率 比纽约市其他区域高10至12倍 在全纽约有一半以上的吸毒者是哈林居民 同期的青少年犯罪率比全市高出50% 很多人肯定会问我 现在这里治安怎么样 我的感觉和历史相比肯定有好转 但和其他地区比肯定是高发地区 总体上 现在犯罪的情况已经大为好转 但老院这次在125街拍摄 街道上的警车和警察随处可见 很多视频里都拍到了警笛声 这是老院在美国20多个城市里 见过警察最集中的街道 大家仔细看看这个视频 我首先要声明一下 真的不是我顾群众演员 这的确是实拍 只不过正好被我抓拍下来 这里的警察都是核枪实弹 全身武装的 看看这出警速度 是不是秒杀一切 但是大家也要想一下 如果警察下班以后 你还敢来这里吗 这次老院是在中午11点 到达的哈林125街 这个时间点 正常人应该都比较忙 但125街上 明显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的人很多 而且在不同的地点 睡过街头的流浪汉也很多 这个点还能睡在大马路上 很可能是昨晚嗨过头了 这有一个 这还有一个 这又有一个 对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纽约的流浪汉 比洛杉矶少吗 因为冬天实在太冷 北风一吹 雪花一飘 我真的不敢想象 那时候他们会去哪 估计也只有地铁站 和收容所了 哈林可能是因为衰败的原因 没有游客 所以也见不到街头艺术家 但并不能掩盖这里普通人的艺术细胞 老院从百年地铁站下来 正好碰到这个小伙子在望琴歌唱 在当时的环境里 这歌声真的是非常悠扬 动听 这个地铁站 已经成了哈林的世外桃源 看到这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老院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